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截至4月7日周二下午 加拿大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7897例 单日新增1230例 其中魁北克省和安省仍是重灾区 确诊人数相较过千 不过卑诗省确诊病例就在不断减少 单日新增为25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联邦政府向本国公司订购了3万台呼吸机 将在今后几周内到货 目前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医院里共有5000多台呼吸机 特鲁多表示但愿用不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上个月加拿大政府呼吁本国企业软产或增产应用物资 并为此提供帮助 结果很快就有5000多家企业响应了号召 加拿大国宝企业著名的加拿大俄公司正在缝制防护服 生产呼吸机的企业中则有原本专门制造飞行模拟舱的 加拿大航空电子设备公司CAE 另外 加拿大天体物理学家2015年诺奖获得者阿瑟·麦克唐纳和他的团队正在征服合作进行呼吸机技术创新 希望能尽快生产出精简且易于制造的呼吸机 以满足医院对呼吸机的迫切需求 特鲁多说为了保证医院医护人员安全 同时也能让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我们必须保证呼吸机等医用物资的供应 这意味着要在加拿大国内制造 他也表示 加拿大将继续和美国政府合作 以确保顺利进口从美国厂家订购的医用物资 上周 川普宣布禁止3M公司向加拿大出口N9O口罩 经过加拿大官员通过各种渠道与美方沟通 3M获准继续向加拿大提供口罩 被卡在加美边界的一批口罩也被放行 和美国的口罩之争在加拿大激起了强烈反响 极等这批口罩的安省还有曾在911中 帮助美国接纳数千美国乘客的纽芬兰省 甚至一向亲美的阿尔伯塔省长杰森肯尼 都直言谴责川普的做法 也正因为如此 特鲁多当时称不会对美国采取 报复性或惩罚性措施的态度 受到一些评论人士的批评 他们认为加拿大应该更加强硬 立刻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不过《环球邮报》这一次却赞同联邦政府的做法 该报的评论员文章认为 一眼还眼的后果是大家全家 特鲁多拒绝采取报复性措施是正确的 文章还表示 和加拿大人批邻而居的不仅是一个总统 而是无数美国民众 一个慷慨的举动 可以提醒边界两边本心友善的人 这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特鲁多没有报复美国 而是积极寻求和川普政府沟通 他当时表示 如果切断两国之间的供应链 双方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如今口罩事件已经得到解决 特鲁多的做法真正保护了 医护人员和患病的国民 他务实的态度再次让他在民众间圈粉 周二 卑诗省宣布单日新增25个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也达到1291个 单日新增去世4人 累计达到43人 目前住院人数为138人 其中66人在ICU病房接受治疗 从地域来看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区共603例 菲沙卫生局辖区458例 温哥华岛卫生局辖区79例 内陆卫生局辖区128例 北部卫生局辖区23例 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再次呼吁 省民不要在这个长周末前往省内度假屋 及举行有人跟人接触的宗教活动 不过他也透露 由于工卫危机在本省有放缓趋势 当局正考虑放宽部分限制 CBC的报道称 在加拿大的这场工卫危机中 卑诗的情况来得早 开始时曾是重灾区 但之后就被控制住了 增长曲线一周多以来 处于平缓 不再上升 亨利周一在打击者问说 很难确切知道原因 部分原因是走运 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大量的准备工作 报道认为 卑诗有一点狠走运 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出现超级传播者 此外 卑诗省的准备工作也做得相对充分 有专家表示 卑诗疾控机构长期以来 一直是加拿大其他地区的榜样 协调运作良好 此次在公卫危机得到 加拿大政客广泛证实之前 卑诗卫生部门已经有所反应 专家认为 卑诗春假比东部省份晚两周 也对卑诗有警示作用 亨利说 我们从魁北克省得到了教训 他们的三月春假比我们的要早两周 人们从法国等地度假回来 然后就生病了 文章称 亨利在多伦多的SARS疫情 以及H1N1疫情爆发时 拥有直接经验 专家认为 公共卫生系统的领导者 拥有这样的背景和经历至关重要 根据安省公共卫生局 4月7日上午时时30分公布的数据 截至4月6日 安省确诊总数4726例 单日增加379例 增幅为8.7% 周二的新增较周一确诊的309例有所增加 但仍低于安省上周五报告的 创纪录的462例 阿省今天公布预测模型 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情况将在5月中旬达到高峰 到夏季末 全省可能会确诊多达80万人 去世人数在400至3100之间 另一种更严重 而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 会在5月初达到高峰 多达100万人确诊 500到6600人为此失去生命 另外 魁省今天中午也公布了预测模型 乐观看法是 29212例确诊病例 同时最多1404人住院 去世1263例 悲观看法是 59845例确诊 同时最多住院3208人 去世8860人 这两种情况下 预计病例将于4月18日达到最高 加拿大确诊人数逐渐逼近2万大关 民众的担心也持续升温 如今担心自己确诊的民众比例上升到64% 卑诗省甚至有地区建议 应关闭于阿尔伯塔省的边界 以免接下来复活节假期民众涌入增加风险 这项民调公司Lager和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 于4月3日至5日所做的调查 显示高达64%的加拿大民众担心自己 比起两周前的57%高出许多 还有76%受访者更担心自己的直系亲属 虽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症状 但有11%的人表示 有朋友、家人或熟人确诊 比起两周前的4%明显上升很多 当然民众的担心也不仅止于健康问题方面 随着工位危机导致越来越多企业裁员 许多人在家放无薪假 有高达93%的加拿大民众认为 工位危机对加拿大经济构成威胁 甚至有过半受访者坦言 个人财务已因此受到威胁 不过民调同时显示 加拿大人对各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 尤其有高达82%的人认可省政府采取的措施 至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认可率也有所增加 从两周前的65%上升到72% 显示特鲁多政府近期一连串紧急救济金 与各式纾困措施 见获民众认同 相较于两个月前的毫不紧张 如今多数加拿大民众都已认清新冠的威力 不敢小觑 调查显示 现在认为政府应对措施是小题大做的加拿大人越来越少 两周前有77%的人认为大流行是真正的威胁 现在这项比例上升到83% 而且多数人担心最糟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眼看着普罗大众的担忧与危机感巨增 面对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 不少人开始担心长周末期间有民众不肯乖乖遵守政府要求待在家里的指令 一窝蜂出去旅游恐造成大规模扩散 卑诗省甚至有地区致函省卫生厅官员呼吁关闭于阿省的边界 东库特纳地区就致函卑诗省卫生厅官员呼吁在此期间采取措施帮助该地区 包括关闭卑诗省和阿省边境禁止非必要的交通 并要求私人与偏远露营地暂时关闭 东库特纳地区董事会主席Rob Gay说 我们希望能团结一致 减少传播对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和社区的影响 他表示尽管阳省的卫生官员都呼吁民众待在家里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舍规矩 他担心当地若加剧 恐导致当地的小型医院工作人员与社区遭受严重影响 Gay会这么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尤其接下来复活节的长周末 按照过去经验 当地会涌入数千人前来度假 在这个非常时期 他们担心当地紧急服务 医护 超市和其他服务供货商 无法应付大量人潮涌入 这也是为何Gay会急得去信 要求省卫生厅官员实行新措施 防止一切不必要的旅行 让民众尽可能待在家里 不过 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博士 在周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无权关闭边境 但呼吁民众在接下来长周末乖乖待在家里 勿外出旅游 只能说目前多数加拿大民众 对工位危机开始有危机意识也是好事 卫生官员都说了 接下来两周会是观察疫情的关键时期 即使复活节长周末到来 大家还是别乱跑 别举办聚会 别外出旅游 毕竟春光和樱花年年都有 今年好好守住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明年还是可以欣赏得到的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